大家平安,这里是洛杉矶华人教会新闻主播台,我是王博 以下是十月份南加州华人教会的新闻 南加州华人教会十月份的新闻人物是谁?你猜一猜 对了,他就是新加坡神学院院长陈世贤牧师 新加坡神学院院长陈世贤牧师成为南加州华人教会界十月份的新闻人物 他的到来为南加州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带来一连串另类的祝福 远从新加坡来到南加州的新加坡神学院院长陈世贤牧师 在十月三号四号两天应邀在加州城华人基督教同工联会举办的2009联合培灵大会中担任讲员 十月五日上午,他是呈现华人基督教同工联会牧者聚会中的特别讲员 十月九号到十一号三个晚上 他在洛杉矶国语进行会主持2009年联合培灵会 他以另类的祝福为题 为南加州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带来特别的祝福 陈世贤牧师的另类祝福是以创世纪中的人物故事为题说明 主要是要我们更深地认识神 以及神怎样使用环境、异象给他所爱的儿女最好的祝福 十月五日上午,他在呈现华人基督教同工联会的牧者聚会中 用一部Tom Hanks主演的电影《荒岛余生》为故事 来述叙述牧者、传道人甚至信徒 在日常生活中不可少的三种蒙福的要素 这部电影的故事是 Tom Hanks是一个快递公司的宿地员 出差中飞机失事 导致他漂流在荒岛上三年半的时间 故事以三年半的时间他如何经历为题 其中有三件物品是他在荒岛上维系他生存下来的原因 第一个是未婚妻的照片 第二个是快递包裹里的一个排球 他把它装成人的脸 成为他对话的对象 第三是一个没有打开的包裹 陈世贤牧师说 这三件东西是他生命中三件蒙福的重要要素 也是他此行带来南加州 给此间教会牧者同工弟兄姐妹的命运祝福 就是第一 未婚妻的照片 就是我们要有爱 爱主 爱教会 为主而活 第二 那个有人脸的排球 是一个讲话的对象 就是告诉我们需要一个倾诉的朋友 一个属灵的同伴 第三 没有打开的包裹 是神所托付的责任 这是神的呼召 是人生的道路 是未走完的道路 因着这个责任 使我们对福事 有了更强的使命感和原动力 陈世贤牧师在城县的陪灵会上 给城县地区的教会弟兄姐妹另类的祝福 是用创世纪中约瑟的故事为题 说到约瑟因追寻梦想 而得到上帝给他另类的祝福 说到雅各 他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 而从上帝那里也得到了另类的祝福 以另类的祝福为题的陈世贤牧师 在10月9号到11号连续三个晚上 在洛杉矶国语进行会举办的 洛杉矶华人教会同工联会 2009年联合陪灵会 他以另类的祝福为题 为南加州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 带来另类的祝福 以上是南加州华人教会 10月份的新闻人物 陈世贤牧师 带来另类祝福的新闻报道 我是王博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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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